2004年二次金改期間 中信金打算要入股趙鋒金 时任中信金副董事长的估中量 他指出了指示公司的前财务长 前法务长前财务副总等人 是由此公司中信银香港分行 发行5亿美元的次顺位债券 并且利用了建立结构债 避险部位的名义 在2065年底到2006年初 陆续买进了趙鋒金股票 大约44万张 成功让中信金顺利的入主趙鋒金 检方就表示了 估中量他操纵趙鋒金控股价 从中获利了大概是新台币10亿元 因此是以违反了证券交易法 间接操纵股价 以及银行法的背信罪 对估中量等人提起公诉 那么如今这个官司是缠送了超过17年了 一审的时候 估中量是遭重判9年 跟二审获判无罪 按今最高法院发回 今天跟三审宣判了维持无罪的判决 全案可上诉 好我们来看到蔡政府 他推动的班班有冷气的政策 上路已经一年多了 不过现在却被爆出 经济部跟教育部是不同调的 韩文给各校要求要检讨 用电成长原因 说明以及改善策略报告 对此有一名学校的行政人员 他就直言说了 经济部真的是不使人间烟火 去年各班装设冷气之后 用电量难免就是会成长 当然会高于过去的用电度数 难道用电成长的原因 你要写说 因为我们很听话 提供学生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是这样子写的吗 也有台南某学校的总务主任 他分享说了 过去台南学校用电量被要求呢 要一年比一年还要低 超过的话 校长还要写报告 后来呢 有一名校长他真的就火大了 他说呢 既然要写报告干脆一次就把这个店直接用到报表 另外我们来看到日本佐贺县在今年八月份传出有猪瘟的疫情 立委林维州就表示按常理来说的话 你就不应该再进口日本猪肉了 但是农业部竟然是大开后门修法进口 甚至询问有没有依法去查厂呢 得到的回应竟然是106年的时候曾经复日考察 林维州就痛批农业部根本是带头违法 也呼吁检调介入调查 佐贺在今年九月份还爆发租瘟 所以他们现在还是疫区 所以陈吉仲还担任部长的时候 结果他们是怎么让他进来的 他就是修正 输入因师检疫物检疫准则 第十六条 他就修一个行政命令 本来是不能进口的 修了行政命令让他可以进口 然后疫区的猪肉就可以让他进口 你这违反母法 但是他就这样干 现在已经进口了 大家都吃得到 这中间有没有再去查厂 没有 我问他说你现在准许让他进口 你有没有去查厂 他说106年有去查厂 我告诉各位 106年的时候 日本还不是疫区 就用这样来躺塞 爆发疫情之后 就通通不能进口 熟猪肉生猪肉都不能进口 然后今年订定的办法 让熟猪肉进口 但是我们查了资料 发现108年 109年 110年 都有熟猪肉已经进口 它是疫区不能进口 你定准则 还是违背母法 这是第一点 第二 还没定准则之前 你的管制就是有漏洞 就已经偷偷的进口熟猪肉了 你看 双重违规违法 立即停止日本猪肉的进口 依法重新进行实地查核 农业部带头违法 放任日本猪横行 农业部代理部长下台 监察院主动调查 检调因尽数介入侦办 媒体人冯光远指出了 新竹市长高宏安 论文社抄袭是人渣俗辣 被高宏安直接提告了公然侮辱 霍北检部起诉处分 高宏安不服向台湾高等检察署申请在意 结果高检署审查之后 认同检方法律见解 并且认为高宏安申请在意无理由 所以驳回了在意 冯光远获不起诉确定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